我想就最近那个炒得很热的中兴的那个被美国商务部罚款 14亿美金 10亿美金 然后4亿存在第三方 然后看情况再看以后是不是会罚 相当于是缓划 缓刑4亿吧 然后同时美国商务部会派出一个小组监督中兴的内部事务 其实中兴每年的 我接下来说的所有东西我都不会具体去看数据 但是我都是我自己了解到的 所以我不负法律责任 OK 然后就是这些数据大部分都是我看各种节目听到的 首先中兴是一家很厉害的企业 这一点大家心里要清楚 不要以为它是一家根本没有什么技术储备的行业 的企业 其实中兴在中国的专利 去年的申请上应该是排在第三 应该是仅次于腾讯跟华为 华为还是第一还是腾讯第一 所以说你想中国那么多企业 中国世界500强应该有一两百家都是中国的吧 中兴能排在第三 说明它的科研做的是不错的 而且投入也相当巨大 中兴同时也是世界上排名前四的通讯企业 现在全世界大的通讯企业已经没有几家了 现在最大的应该就是华为 基本上而且华为远超第二跟第三 第二应该是诺基亚还是爱立信 然后第四应该是中兴 所以说中兴其实是一家非常有实力的企业 通常也有自己的技术储备 然后这次中兴被罚 然后好多人都在骂 骂中兴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中兴身为国企人家要多少钱 他就出了 所以感觉中兴就该死 中兴的国家就该跌 中兴国家一定不要救他之类的 首先我想明确的是 现在中兴其实不是一个大家心里想的那种国企 中兴是一个类似于是那个私营的 一个公司合营的一个企业 它是自付盈亏的 它赚多少钱都是它自己的事 国家不会问这个去支持它 所以它跟其他的企业没有区别 然后还有一个我想说的是 中兴凭借自己的努力做到成为全世界前四的一个通讯巨头 然后每年有这么多的专利 所以它可以说是中国优秀企业的代表之一 你不能说它是非常完美 但是它绝对是优秀的企业 它手里有八万的员工 如果说中兴之后就真的倒了 那对社会的影响会非常大 但我相信它肯定不会倒 你别看它股价一直跌跌跌跌跌 港股一下跌了41%最近 但是它不会倒 因为就咱们退一万步讲 哪怕中兴不生产产品 它每年光收专利费 活下去也是不成问题的 那但是前提是你这么多的员工都要精简掉了 但是至少不会死 有点类似于诺基亚现在 诺基亚现在也成了一个通讯企业了 也不怎么做手机了 还有就是 现在网上很多人就在说 包括那个 我听那个一个秦朔嘛 他自己有个自媒体节目叫秦朔朋友圈 他认为中兴的这种就是 现在的惨状是中兴自己不合规造成的 我对这个观点嗤之以鼻 我感觉纯粹是放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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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中兴合不合规没有关系 中兴这一次 受罚 他之前就几年前就被罚过一次 罚了8亿美金吧 应该是 然后 当时就是 就说如果你再犯的话 就就会 就还会再罚 然后这一次中兴是自己 自己向美国商务部报告说 我发现去年我们这个 这个给高层的奖金发放有问题 跟原来处置的那个高层不应该发奖金的 但我给他发奖金了 然后他自己报 然后美国商务部 揪住不放 然后一下最后罚这么惨 然后你可能会说中兴没脑子或者是什么 其实我感觉问题都不是 真正的问题是在于 人家想罚你 这是重点 就是因为美国想罚你 美国想找一个开刀的 所以你最后被整了 就这么简单 他最后 美国说不出口你这个什么 所有的产品都不卖给你了 主要是晶片吧 chips 最后 但是就因为芯片卖不到了 然后他就突然就一下整个企业就停止了 然后你就说 我靠 为什么他只要美国一不卖他芯片 他就不行了 他自己不会生产吗 但是我们这里要明确的是 中兴是一家通讯企业 他不是一个芯片企业 你像我们常知道的 什么英伟达 什么高通之类的 他们就是要么就是专门卖专利 或者专门生产芯片的 他们生产芯片没有问题 但是中兴是一家通讯企业 他没有 他如果真的要想生产企业 生产芯片可以 但是他没有生产芯片的那种就是 必要性 理论上讲他是可以买的 一个手机或者是其他通讯产品 入游戏之类的 他都有 比如说手机至少上百个 不是上百个 四五百个吧 不同的那种零件 然后不同的厂 他们合作生产 所有的手机厂商都是这样啊 苹果 三星也一样啊 不可能自己一家人 把这个产业的上下游 全部通吃了 所以说中兴自己不生产芯片 是是有情可原的 华为就算自己生产芯片 他他也不是说所有的手机 都都都用自己的的那个叫 叫什么 七零芯片啊 他好多手机也是买 联发科啊 或者买骁龙的芯片 所以 但是中兴死在呢 中兴死在他太过于相信 全球的自由贸易 他把自己 就纯粹的做生意 他忽略了政治的因素 因为 美国现在可以说是 需要找一个打贸易战开刀的 然后中兴成了 那只猴 杀鸡给猴 哦不对 应该是那只鸡 所以中兴可以说 很背 我个人观点 中兴真的是 最后干掉中 最后干中兴 真的纯粹是很 其实我感觉有很多很 正好很蹊跷的事情发生了 然后最后 美国全球部就选中了中兴 开个刀 然后给中国的其他企业看 然后也作为特朗普的政绩之一吧 而且毕竟罚了那么多钱 这和这人民币 一百多亿人民币 但是 我再强调一次 中兴是自负盈亏的 这个钱 他们自己承担 跟你们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其实会照样运行下去 实际上他们觉得以后能赚钱 我就 那就OK 如果他真的真的赚不到钱 那他自己会倒闭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我在这里就说 我的主要的观点 跟大部分人不太一样 我感觉中兴 他 他之所以这次这么惨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是运气太悲 这是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原因 包括他当时那个被 那个就是高管发 发那个奖金问题 然后被举报 然后正好这个 关键的这个时间点太悲 正好是中美贸易战即将开打的时候 所以拿他开刀 第二 就是 这是第一就是运气 第二就是政治 就是因为中美要打贸易战了 所以说 他正好这个时间点上 逮到了中兴 所以中兴就被干掉了 中兴内部的人说 如果说 不要说只是制裁中兴 如果制裁华为的话 华为也会挂 但我首先 我感觉他美国现在应该是 收手了 暂时不会去动华为 但是我感觉如果真的动华为的话 华为也会很惨 华为也会很惨 因为现在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芯片自主率是非常低的 虽然说我们 本着全球自由贸易的这种 这种理念在做生意 但是现在 之前一直高举自由贸易的美国 现在要 关门了 因为美国感觉现在 自己赚的钱 大部分都被中国赚走了 其实不是的 其实美国赚的是快钱 或者说是 easy money 很容易赚的钱 通过卖专利 通过卖chips 然后这方面他赚的钱很多 他们这样赚舒服的钱 赚惯了 那些很累的钱 他们现在不想赚了 比如说中国在干的 就是工业 然后轻工业 做衣服 什么做零件 然后组装 这些很累的活 赚钱也赚的利润率都非常低 因为苹果基本上把 整个手机市场70%的利润都给吃走了 因为他们站在产业的顶端 上面来说 我们做的是底下 但是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做底下的 我们就什么都不是 不是的 整个产业本来就是要互相合作的 然后如果这一次 我感觉就是中兴被打这么惨 我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对中兴来说 它确实是很惨 但是对中国整个的芯片产业来说 是一个大利好 现在你看芯片的那些股价涨多厉害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中兴被打得半死 然后大家突然醒了 原来这东西 我们并不是一直都能从美国买到 美国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自由 那么坚定的支持自由贸易 美国也会搞这个贸易保护主义 其实我们早就应该知道 因为美国跟欧洲 包括跟日本的贸易战打了多少年 但是我们 我们好多企业家 他自己是意识不到这种的 他 你要不给他 长点记性 他是不会记住的 然后这次就很好的 我们交了十亿美金 甚至 加上之前的差不多二十亿 我感觉非常值 只要中国的企业家能长个记性 就OK 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一个工业的生产地 一个国家 他当然如果本着全球 如果真的全球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市场 我们很多东西 我们是没有必要自己做 我们可以买 但问题是 这个市场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自由 好多东西我们还是要自己去研发 如果真的研发出来之后 那前面真的是一片光明 我感觉 十年之内 中国真的有可能把通讯产业的上下游给通吃掉 芯片肯定会被攻破 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芯片业最需要的就是 钱 有的人可能说是人才 但是我想说 其实 说其他都是废话 研究芯片就是要钱 其他的都是扯淡 有的说我们中国之前 投入了几百亿的美金 之前有一个八百亿的项目 是六年去研究芯片 可能你觉得投入很多 为什么什么都没做出来 其实我们是做出来一些东西 但是我想告诉你 八百亿对于做芯片来说太少了 三星每年花在芯片的研发上 就一百多亿美金 人家一年一个企业花得 敌得上你一个国家的一个项目 你可以想象 芯片是一个烧钱的东西 但是 如果你真的做出来了 那你基本上就可以 躺在你的专利铺上 睡大觉了 你就可以通过卖专利 做芯片 然后就可以 可以转那种 Easy Money 我们 现在就是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 中兴这一次 它的牺牲是有 对中国整个的冲进产业来说是有好处的 同时我也很反感 或者说 对于其他的那些什么 那种什么中兴啊 该死啊之类的言论 我就很反感 他 人家作为一个企业 无论如何 我首先 我要说的是 中兴是一个成功的企业 它不是一个完美的企业 但是它是一个成功的企业 首先 能把企业做这么大 而且 而且一直存在 就是 就是没死 我感觉 就是成功的企业 好多企业 咱们都不知道的 好多企业 半着半着就不行了 但是中兴已经这么多年 我自己用的第一部智能手机 自己买的第一部智能手机吧 第一个用的是别人给 然后第二 第一个买的 自己买的就是中兴 所以 到租 到租且长 到租且长 或者 另一句话叫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我感觉 反正 我们是现在中国整个大产业工业 其实相对来说非常完善 有人不是说吗 从火柴棒到 到这个航天飞船都可以造 但是我们中间还有些东西没突破 比如说我们 芯片业 我们芯片是有自主生产的 但是没办法商用 所以要还是要继续投入 那种就是投入大量的钱砸进去 然后 但我 我 我其实不是太支持 国家一下投入很多钱去做 我感觉国家最好把这些钱 给企业 让企业自己去做 给企业补贴 国家做的话 很多 很多时候 就是 它的效率 没有 没有企业那么高 而且我们想 我们现在就拿通讯产业来讲 就拿手机或者电脑来说 我们现在中国 现在就缺的 基本上就缺那个chips 其他的我们全部都可以自己搞定 屏幕 然后什么其他的小配件 我们都可以搞定 如果能把chips也吃掉的话 中国可以把上下游 就是整个通讯 也手机电脑这些的上下游 一下打通了 这将是一个 这是 这会产生非常可观的效益 因为我们之前虽然自己生产很多 但是钱大部分 被 被欧美 韩日 赚走了 因为他们 卖的东西才是 有技术含量的 才是最贵的东西 我们现在已经 就相当于是升级打怪 打怪打怪 打到最后一级了 如果把这一级也干掉的话 突然就会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 收获 就相当于是一个曲线 一直是慢慢的涨 突然它会有一个爆发 所以 加油吧 好吧 这是我对中兴的一些观点 拜拜 已经很晚了 我没洗头 我洗了 洗了 还是有点乱 好吧 拜拜 这就是我个人的观点